18.科学发现在舰队穿越广袤太空的旅程中, 舰员们意外都遭遇了一系列神秘且令人兴奋的太空现象。 这些发现不仅为航行增添了新的奇妙体验, 也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机会。 A.初次观测事情, 发生在舰队穿越一个遥远星系的过程中。 舰队的天文学家们在日常观测中, 发现了一种异常的光线变化。 初步观测显示, 这种光线似乎来源于一个未知的天体。 它发出的光和色彩在太空中形成了一幅奇异的图案, 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科学团队的极大兴趣。 B.详细研究天文学家们迅速组织起来, 对这一现象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。 他们利用舰队上的先进观测设备, 如望远镜和光谷分析, 对这个未知天体的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。 初步研究表明, 这可能是一种罕见的宇宙现象, 或许是某种特殊类型的星体, 或是未知的能量程。 C.数据收集为了更好得理解这一现象, 科学家们开始广泛收集数据, 这包括对光线的频谱分析, 能量输出的测量, 以及对周边星域的详细观测。 同时, 他们还收集了这个星体对周围空间环境的影响, 如引力波动和辐射水平的变化。 D.学术讨论这一发现在舰队内, 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讨论。 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包括物理学家、 天文学家和化学家共同参与到, 对这一现象的解读中, 他们就各种理论和假设进行了交流和辩论, 试图解释这个太空现象的成因和性质。 一, 激发好奇心对于舰队上的乘客来说, 这一科学发现, 激发了他们对太空位置领域的好奇心。 许多乘客参加了由科学团队举办的公开讲座和展示会, 科学家们向他们解释了这一现象的特殊性, 以及他对天文学研究的潜在意义。 哎, 后续影响这一发现, 对舰队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, 它不仅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, 也为舰队上的科学项目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。 此外, 这一发现还被传回地球, 引起了地球上科学界的关注和兴趣。 为地面的天文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, 随着舰队继续其旅程, 这次科学发现成为了航行中的一个亮点, 为舰队成员们带来了知识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愉悦。 在遥远的太空中, 人类对宇宙奥秘的探索和求知欲望从未停止, 每一个新发现都是对人类智慧的挑战, 也是对未知世界的进展。